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这么迟才拍这个影片呢 就是因为 一直以来呢 纽西兰都把疫情控制的非常的好 直到8月17号就发现了第一种DELTA变种病毒 而且他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扩散了非常非常的夸张 因为当事人也不知道他自己是DELTA变种病毒带军者 所以他周末去了Koramanda 然后他又住在北岸 所以扩散的非常非常的夸张 到今天为止已经扩散了差不多500多个地方 包括巴士 商场 超级市场 甚至已经到了Hardington 一个人到底有多可怕 也证明了DELTA变种病毒传播力更强 在当下呢8月17号 纽西兰政府就已经决定了 DELTA变成2周 到今天我拍这个影片9月3号 我们还是一样DELTA变成4 因为两周已经过去了 但是病例还是没有区块下降 然后到昨天9月2号 他有49中的病例 到我拍这个影片的时候 累计差不多700多中 所以我们还要延长多两周 就是到9月13号 希望可以下降吧 纽西兰政府呢也要加快他的接种疫苗速度啦 因为之前20岁以上 那到10月或者11月才能接种 但是现在8月25号就已经开始注册 前两天我注册的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注册系统完全没有中文 只有英文和毛利语 我这边去做一个视频 怎样注册吧 我们现在就来看纽西兰注册疫苗的系统吧 首先呢你就要去 Bull My Vaccine 把这个链接划在下面 当你点进去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他会叫你选择的语言 它是有两种语言 第一就是英语 二就是毛利语 而且英语按Continue 就会带你去补个疫苗 Privacy and how we use your information 通常都会大概读一下 就打扣 access code 不需要填 下一个呢 Who are you filling this form? 好不? 你是帮人家填啊 还是你帮你自己填? 如果你是帮别人填的话 你就要给someone else with the consent 这个是我帮我自己注册 下一个问题呢 就是你自己本身或者是你帮人 就是那一个人叫你帮他注册的 是不是已经接种了第一剂的疫苗 如果还没的话就放no 如果已经接种过了第一剂 那就放yes 如果no的话他会问你下一个问题就是 choose and approximate time between doses 就是两剂的疫苗之间你要相隔多久 通常隔六个星期或者是六周 最短的也要三周 就看你自己选择 如果他建议六周 就选择六周 过后呢 他就会叫你输入你的现在的地址 就是放你自己家的地址 这个呢只是一个例子 他就会出一系列的这些地方啊 给你去选择 就一系列看你自己要选择哪里 那你对你比较近的话你就选哪里吧 我最后一选呢 Breakhead Vaccination Center 就有时间表 就是你的第一剂的疫苗 你要在什么日期接种 像这个Breakhead 他只有在9月10号 有四个给你选 现在就选1点吧 第二剂呢 他就会隔六个礼拜 因为之前你已经选了六周嘛 所以他会帮你排六周 所以最早也要10月22号 就选最早了吧 8点Continue 开始填写你的名字 然后你的姓 生日期 就是放你个人的日期 不要跟着 你有没有其他的名字啊 像别人叫你 下一个呢就是你的性别 女的还是男的 别的 或者是你不想说 可以 下一个呢就是NCD种族 如果你是亚洲人 还是Asian 这个地址呢就不需要填 因为之前你已经填过了 像之前你去过医院啊 或者是检查过啊 医院有给你个号码 这个就是你的NHI 就是如果你有需要帮助啊 或者是厂障啊 你就选yes 如果你没有需要 就选no 我的话没有需要 选no 这个呢就是问你 我们要怎么样联系你 来确定你的注册已经成功 email 就是邮件的话 就选邮件 电话通知的话 就contact number 然后如果你两个都想要的话 就可以放入你的email 或电话号码 这个只是例子 这个呢就是你的vaccine booking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样我要把它cancel掉 要不然医护人员会很幸福 这个呢就是NHIZAN 注册接种疫苗的系统啦 下一个影片呢可能我们就会 排我们去接种疫苗啦 今天的注册疫苗影片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就按赞留言分享 看到那个subscribe按钓了没有 把它立刻按下去 然后旁边有个小铃铛 也是让它立刻按下去 之后会得到新影片的通知哦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